上一堂課我們介紹了Blender的下載安裝和一些基本的物件模式操作 今天我們要利用上一堂課所教的東西來做一個雪人 我們來試試看 雪人 我先啟動Blender 好 那我們要做一個雪人呢 所以我們需要的應該是一個兩個圓球再加一個錐 所以我把它刪除 那我加入按Shift A 加入一個球 我用UV Sphere 這是一個球 那接下來呢我用Shift D 然後再複製一個這個球 然後呢把它縮小一點 好 那這樣子 那這樣子還不像雪人喔 只是兩個球疊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需要一個錐 那但是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先按一下F12 你會看到第一個它好像接的不好 那第二個是它們不夠平滑 所以我把它按Smooth 這樣兩個都平滑 現在平滑了但是接的不好 我按7 切換視角 這時候我會發現喔 為什麼接的不好 因為我的 我的上面這顆球呢 沒有正好在這裡上面 7是指頂視角的意思 那我這樣再看喔 接好一點 那我可以按3 是用測視角來看一下 1 是用正視角來看一下 這時候我會看到這個雪人有點浮在 不是在00座標上面 我把它上來一點 按F12 這樣子好一點 那這時候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 這個相機我可以讓它一直追蹤著雪人 方法是先點相機 再點你想要追蹤的目標 然後按Ctrl T 這裡選Track Tool 這樣子就可以讓它一直追蹤著雪人 好這樣子 我們看起來這個雪人的形狀是有的 接下來我們要加一個鼻子 那雪人的鼻子你可以用追蹤 那雪人的鼻子你可以用追蹤 那雪人的鼻子你可以用追蹤